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介绍一个Walba Dam Permanent Deformation 就是一个水坝 然后由于地震 引起的那个 造成这个Foundation 基础它的永久变形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范例 那你可以直接从Internet这边下载 首先我们来看它Defined 这个是最原始的 搭顶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Boundary是这样 OK 这Boundary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 Stress Defined Stress Retribution Defined Stress Retribution 看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 重新再弄一次 然后 这边是由于 有一个地震 有一个Shaking 造成的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去分析的 然后这个是 之后的永久变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 它的这个 这个 边坡稳定度 所以这个 的 模拟 做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 Sigma 施 施 W 一个是 Shape 就是那个Quick的 和一个 Slope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看一下它分析的结果 那因为是刚开始的嘛 OK 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的这个变形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这个Straith的分布是这样子 OK 那这一个 再过来 这是 Distribution这个的结果 Trace OK 那这是Displacement X Displacement 我们有看到它的Vector的这个 这个 走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印证 那造成的这个变形 Displacement 这很夸张 Total stress OK 然后 这个是造成的这个 永久变形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 它 造成的这个 边坡稳定度 然后那个滑动面 那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动画给大家看一下 让我们全部 产生出来一下 把这个动画先看一下地震造成的这个震波的 情况 这就是地震造成这个 变形 然后震波的这个 情况 然后 当停止它的永久变形 那这个是滑动面 在地震的时候滑动面的这个的变化 OK 谢谢 那这个 的幻力 这个水壩 由于地震造成的 变形 和这个 边坡稳定度 滑动面的变化 那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准备